追起涌槍自重的嫌犯 袁瑾不敢大意 霹靂小組成員持盾牌 鶴槍實彈進入嫌犯住處攻堅 袁瑾當場將嫌犯壓制在地 他為了躲避茶器 就把槍枝藏在釣魚用的小冰箱內 而在床鋪底下 茶艙專精小組的成員 利用敲擊法也查獲大理石地磚下 挖了一個密室來藏槍 很關心 我現在進第二次了 這輕的 小心火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兩瓶大的密室藏滿了製式槍枝 總共有10把長短槍 還有子彈近800發 數量十分驚人 猶如小型軍火庫 呼吸部槍 然後就一個消音面鷹 喔 還有這個嗎 對 裝有消音器的 翔尾蛇突擊部槍 美國製 黑市價格一把200萬 捷克斯洛伐克的歇式衝鋒槍 市價80萬 這短式的 這把在美國也是非常的強手 因為它好攜帶 國力強大 目前特性就也希望這一把 短型MP5衝鋒槍 德國製 價格在60到80萬間 另外還有奧地利製的 斯泰爾衝鋒槍 殺傷力強大也是十分罕見 陳信嫌犯為躲避茶器 將槍枝藏立於大理石地磚 下面置之的密室中 利用海巡人員的查槍技巧 最終順利炒獲 警方還在屋裡收出了安非他命 現在挖掘密室長槍的陳信嫌犯 已被依槍炮及毒品罪嫌送辦 TVBS新聞顧手倉台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